第二十课 小人书摊 一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爸爸 洋洋可爱看您的那些旧小人书了 特别是那套西游记 你可得保留好 别弄坏了 现在那都是收藏品了 难得认为那些小人书怎么样 二 这次没能进决赛 是我太骄傲了 对对手估计不足 准备不够充分 不要紧 回去好好总结经验 明年再来 难的最可能是谁 三 刘芳岁数不小了 也没个对象 你们学校有合适的吗 给他介绍一个 教体育的 教体育的行吗 我们那儿的赵老师 曾经得过武术冠军呢 关于刘芳 下列哪项正确 四 你怎么了 一直打喷嚏 一直打喷嚏 流鼻涕的 感冒了吧 一到春天 我这花粉过敏的老毛病 就又来了 男的怎么了 五 你们单位新来的小李怎么样 他平时话不多 干起活儿来 却很卖力 多累都不抱怨 关于小李的工作表现 可以知道什么 六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借书证办好了吗 没有 手续倒是挺简单 登记时才知道 要交押金 我没带那么多钱 女的为什么 没办成借书证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最近找不到我的学生证了 那你赶快补一个吧 马上就要 马上就要毕业了 没有学生证 到时候怎么办手续呀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按规定 办理离校手续时 如果交不出学生证 押金就不退还了 关于学生证 女的希望男的做什么 八 你帮我拿个主意 这两部手机 你觉得买哪个好 我不太喜欢大屏的 大的这部显得有点笨 而且处理速度也没小得快 大小我倒不在乎 但这部机身做工比较粗糙 那还是买这部小的吧 男的为什么不买 大屏的那部手机 九 你身材保持这么好 天天去健身房吧 那倒也不是 反正每周都去游两回游 游泳馆离家比较近 还挺方便的 真羡慕你 我们家那儿 想找个跑步的公园 都得到五六公里以外 那就赶紧搬家吧 你说得倒容易 女的羡慕男的什么 十 我记得以前在你家 看见过一套三国演绎的小儿书 是不是 没错 那是我小时候爷爷给我买的 现在还有吗 听说那套书很有收藏价值 价钱都涨疯了 多贵我也不会卖的 那套书有纪念意义 关于三国演绎的小人书 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家附近的医院 有位老中医 把脉特别准 不用病人自己介绍 他经过把脉之后 就能知道病人 得的是什么病 那天 我感觉胃有些不舒服 打算去找老中医看看 正在做作业的儿子说 爸爸 我刚好做完作业 我要和您一起去 您几天前就答应 给我买玩具的 今天一定要买 到了医院 我一次没说 老中医为我把脉后说 你这病在胃上 我点点头 然后说 医生 请您也给我儿子看看吧 儿子一听 急忙往后退 说 算了 我还是回去 把作业做完吧 原来 没做完作业的儿子 担心老中医把脉 看出他说了假话 十一 这位老中医看病怎么样 十二 儿子为什么要跟着一起去医院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个精力旺盛的老婆婆 去乘公交车 上了车 一个彬彬有礼的小男孩 起身给老婆婆让坐 老婆婆说 你坐好 我还很年轻 不需要你给我让坐的 过了一会儿 小男孩又站了起来 老婆婆拍拍他的肩膀 说 没有关系的了 你不用给我让坐 我没那么老 我还年轻 就这样经过三四次后 小男孩哭了 他哭着说 老奶奶 我家已经过了好几站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下车 十三 公交车上 老婆婆不坐下的原因是什么 十四 关于小男孩 可以知道什么 好 好 第一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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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